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用现金买的票 你全额用现金买的票 所以这边今天基本上不包含 所谓用里程去兑换的票 如果有人有兴趣 也可以再跟我敲碗说 其实你想听里程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大部分票 大概有八成以上都是用里程去开的 我基本上不太开现金的票 所以今天要讲这个 我比较不少不常开的这个票 但是这个内容 我觉得应该会对很多很多人 有一些帮助跟启发 然后会录这集的原因就是 这一题我真的是很常被问 就是今天这个票要怎么买 或者是说 为什么贴这样票会这么便宜 然后我通常都会解释一下 但是我解释完发现说 这个太难解释了 所以我想说那就干脆录一集 但是因为这一集 我比较没有把握 可以在二三十分钟之内 把这个解决 所以我不知道这一集 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会觉得很硬 那这是正常的 你听不懂很正常 你可以去Google看相关的字 或者是说你可以再重新听一次 那你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想法这样子 因为这一集很难 这一集真的很难 那如果你这个 怎么说 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内容 也要跟我说 因为老实说 这个教学内容是我们流量最差的内容 都是我们可能比较好的节目 比较好的系列 可能是砍半生三分之一的流量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惨 大家看到这个标题 可能就不会点进来 所以喜欢一定要跟我讲 或者是多听几遍 或推荐给你 你觉得可能会需要这一集的朋友这样 好 那在开始 我们今天讲外战出发这个之前 我想先丢一些 我想先丢一些问题给大家 今天听起来在上课 没有错 今天就是上课了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 你可能需要对亚洲这几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有这个相应的理解 或是脑中有个地图 像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暑假 你想要去北海道 你有没有这个概念说 可能会需要多少钱 光机票的部分 我们搭长容的经济舱 我们今天不讲商务 经济舱有多少钱 从台北飞北海道这样子 基本上我今天随便查一张票 大概是如果你值飞的话 我们这边都讲值飞 是两万三千块台币 一个非常变态的价格 今天如果你想搭库航的话 大概是一万五左右 但是库航你要搭这么 四五个小时 其实有点累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就是要讲这件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帮大家 留意要是省一点钱 但是有可能会花更多钱 对那好 这张票我先给大家一个卖 在七月中 你飞北海道来回 长容经济 大概是要两万三 那再给大家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这张票 我们改成 从吉隆坡发 经过台北飞北海道 这样子的一个来回 那这样来回 那我把这个航程念出来 它有四腿 四腿就是有四段飞机 要飞的意思 吉隆坡台北 台北北海道 北海道台北 台北吉隆坡 这样子的 这样四段票 我们一样希望 把这个北海道 这段时间放在我们的七月 暑假这个时间点 那你觉得这张票 有多少钱 我们多飞两段 我们多飞这个 吉隆坡台北 然后最后面的又一个 台北吉隆坡 这样有多少钱 当然这张票是一万八 就是中间 虽然我们都涵盖了同一段 就是从台北飞 北海道 北海道台北 这一段都在同一天 七月中的某两天 这样子飞 竟然我前面加了一段 后面加了一段 它会比较便宜 那有些人就觉得说 很奇怪 我以为是飞越多越贵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你要想这个台北 应该说长荣 或是说星宇 其实有类似的票价 它是一个台湾 based的航空公司 所以它其实最不缺的人 就是从台北飞出去 然后再从别的地方 再飞回来 这样 所以它其实想要吸引 很多的客人其实是转机客 例如说 如果你是东南亚的人 然后你要去东北亚 例如说我要去日本的话 那我当然有直飞 例如说我可能可以飞日航 可以飞全日空直飞 但是长荣必须要抢客人 那怎么办 势必就要杀价 势必就要把这个价格压下来 所以长荣在这边 应该说在不是 应该说 一小样转转机财的 这个航空公司 他们就必须要把价格给杀下来 然后让大家有这个 动力去从东南亚 经过台湾去到东北亚 因为台湾这个位置 其实相对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是行之有年的 而且这种票 也都是每一段 基本上是每一段时间 应该是一年 每年都有再出 而且已经好几年了 这样子 都有这种所谓的转机的票 那转机的票 对我们台湾来讲 就是比较痛苦 就是说我们还得去那个地方 例如说这张票 可能是从吉隆坡发 那我们得去吉隆坡这样 但是这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其实反而会比 你直接从台北去 北海大海的来的便宜 这样 好那 有些人可能听不懂这个例子 想说听不懂 什么转转机财 那我们倒过来想 如果我们今天从台北 我们要飞伦敦的话 我们有直飞 我们有长荣 华航都可以直飞 那我们也有转机 我们转机可能可以去国泰 经过香港转机 可以日航经过东京转机 如果查过这一段的人一定都知道 转机一定比较便宜 你可能在 你也可以在这个阿联酋 对不对 你可以在杜拜转 转机通常都会比较便宜 值飞通常都比较贵 那我们想过说 为什么转机比较便宜 其实就是他为了要赚你这段钱 他为了要赚你这个 经过他们这个主场转机的钱 他们就会把价格压下来 尤其这一段的话 通常最便宜就是国泰 所以其实在这个东西 在全世界的航司 在营业的时候 都有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你来转机 希望你多达我们的航空 这样我们再可以拆高 我们才会赚更多钱 他宁愿价格可以杀得更便宜 但是飞机飞上去 有空位就是亏 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 就是可以好好利用的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外站出发 好那大家听懂这个概念了吗 就是转机跟直飞的一个概念 好那再来我们要再补充一些事情 就是所谓的转机的定义 大家刚刚都听得懂 一定转机大家都懂 但是转机其实是有严格的定义 我们再拿刚刚那个例子来说 台北飞香港 香港再到伦敦 那如果今天在香港 转机的时间是五个小时 这样子 很正常的就是转机 那么想过说 如果今天把这个时间 拉很长很长的 我可不可以三天之后再转机 答案是可以 但是这个就不叫转机 这叫做中停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转机它的规定 它的定义是要在24个小时之内 也就是说我今天台北 香港 我落地的时候 如果在24小时以内 再飞香港 伦敦的话 这样子的话 这一段 这一个行程 这一段行程就叫做转机行程 如果超过 像我刚刚举的三天 三天后才从香港出发的话 这种叫做停留 那这个定义差在哪 这定义就会对票价有点差别 通常停留会贵一点 通常停留会比转机的票再贵一点 对 但是这个通常都是加一点点钱 但是 好 大家就记得 这个中停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超过24小时的转机 很难理解 对不对 就是大家要记一下这个词 因为这个词对于后面的票 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 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转机跟中停 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开口 开口的话 我这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然后今天我们都不会用到这个两个字 不过很简单的举例 如果我今天想要从 我今天想要去日本 我想要从东京进 大阪出 我们就会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今天从台北飞东京 然后我要从大阪回台北 所以我今天开了一张票 就是台北东京 大阪台北 这种票就是要开口票 就是它在 它在你的这个地图上 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很直接的来回票 它东西会断开来 断开这个 对他们来讲就叫做开口 英文的话叫open draw J-A-W 就是一个开口的意思 对 所以这个是开口 但我们今天都不会用 就是我们很常讲的 什么进什么出 我们常常飞欧洲都会讲说 什么巴黎进阿姆斯特产出 这种就是要开口 所以这个很简单一个定义 但是 可能你真的把专用名字记下来 可能会有点累 这样 那我们今天不一样的开口 今天主要是中停跟转机 好 那我们再回来 我们今天终于要开始 把定义铺好之后 我们来讲我们今天的外站出发的票 那以我们最前面的例子 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 吉隆坡开始飞 然后先飞到台北 然后台北再经过 再从台北飞到北海道这样子 然后从北海道飞回台北 台北再到吉隆坡 这一张票来说 有人说 你这张票便宜没有用 不可能 就是我为了去北海道 难道我要先去吉隆坡 这怪怪的吧 就是我要先往南飞再往北飞 为了只是为了省五千块 我才飞升五千块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就要引入一个 中停的这个小 小Payboard 那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把中停这件事情 放在这张票 这张票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我这边 以我昨天查到一张票为例 我们可以把第一段 吉隆坡台北放在二月 吉隆坡台北放在二月 第二段台北北海道 这一段放在七月中 第三段北海道台北 这一段放在七月底 也就是说 我七月可以来个北海道之旅 第四段台北吉隆坡 我放在十月底 这张票就是我刚刚报的这个价格 一万八 它有零头 什么一八六一三之类的 就是一个 大概就一万八 不对 一一八一一三的样子 就是一个一万八左右价格 这张票呢 它竟然可以比你直接只飞 北海道台来来的便宜 那如果像刚刚的最前面的例子 就是说在七月中飞北海道 然后再从七月底 从北海道回来 这张票就要两万三 所以有人就 有人就 很纳闷 为什么会这样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想要把这些票 发挥到一个极大值 这样子 那好 你今天要从这个吉隆坡飞 对不对 你今天从吉隆坡飞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要怎么去吉隆坡 然后你第四段 我们今天从 我们今天从台北飞吉隆坡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回来 那有 有两个方法 其实是三个 第一个是你可能买连航去吉隆坡 那吉隆坡现在 我不太认为我们连航 但以前应该是有 即使是没有的话 你还是可以买春筒航空的单程 比如说皇航啊 长荣 基本上这个单程都不会太贵 因为吉隆坡本身价格就比较低 然后回程的时候呢 例如说我们当第四腿结束是 台北吉隆坡 那你可以再买一张包回来 所以你可以买两张单程 或者是一张来回 因为这一张票 它从外站出发 你就是把外站出发 前后都包一张就结束了 这就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 我们这张票 从吉隆坡发之后 我们治理第一段 治理从台北飞吉隆坡 然后开始这张 外站出发的票 后面呢 我们再接一张外站出发的票 就是一张票接一张票 一张外站出发的票 接一张外站出发的票 就可以变成一个人形无工 这样子接接接接接 一路这样子接下去 所以这是第二种方法 我比较推荐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行程 快结束的时候 或者是例如说 我已经飞完三腿 我想说OK 那我之后再来买一张 外站出发的票 因为就像我前面讲 外站出发的票 基本上是一个 长年的优惠 这样子 对那好 因为我这边其实省过了 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就是 原来一张票可以这样拆 原本就是 原本就是我们把这个转机 我们原本理论上 这张票应该是转机 竟然可以拉成中庭 中庭竟然可以拉这么久 这样我可以二月飞一趟 七月飞一趟 十月底飞一趟 对这个都是票规的问题 所谓票规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在 你的搜寻你的引擎上面 只要能找得到 这张票就是OK的 就表示他现在有这种 我们所谓的优惠 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 这个超龙官网找 或者是Sky Scanner 我觉得是一个 也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这样子 或是Google Fly 我通常上Google Fly 但是我在查这种外站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Sky Scanner 比较好用 所以你可以去上Sky Scanner 把你的大概行程 给打上去 然后记得不要用来回 因为来回的话 他基本上都会帮你找转机 他帮你找转机 也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把行程 拉这么开 转机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24小时以内 因为我们必须要 把这张四段的票 想要拆成三趟旅行 像刚刚的例子是 2月7月10月 所以他其实会用到的是说 我们必须在台北 不是转机 我们不是在台北转机 我们是要在台北做中庭 所以中庭的意思就是 24小时以上 24小时以上 那可以多久 你说24小时以上 有没有什么14天以下 没有 24小时以上 然后你票归以内都叫做中庭 就是大于24小时就叫做中庭 所以他这个可以是三个月 可以是五个月 可以是十个月 那有人说可以三年吗 通常一张票 他有一个所谓的 他的 我不知道他专有名字 但是他有个票期 基本上你开的票大部分 都是一年票 有些当然是什么三个月票 什么 那一年票是什么意思呢 一年票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在一年内飞完 你要在一年飞完这些行程 所以如果你今天这个时间 已经超过了 那你这张票就已经作废了 那有些旅行设的票 可能是14天票 一个月的票 三个月的票 那就是为什么他会比较便宜 因为他的票期就非常的短 所以他们可以便宜 这样 所以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我们现在开的这些票 我们这种外战触发的四段 亚洲四段的这种票 大部分都是一年票 所以你要在一年之内 把这个票给飞完 这样子 所以 好 我只要讲到这边 应该已经有些人已经 要昏倒了 昏倒的话 第一个是 你可以往前面回去听 或者是找这个网络上 相关的资源 我这边只是做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省略 例如说 这个转机变成中庭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说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成立 我们有大概解释 但是也没有把它找得太多 讲简单一点 我们简单的wrap up下 我们把它全部的总结一下 基本上就是 当我们在找一张票的时候 尤其我们飞东北亚 或是欧洲的时候 或是美国 其实都有 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多找一段 从东南亚开始发的 然后去这样飞 东北亚也有 东北亚也有 但是通常是出现在首尔 就是例如说首尔台北 然后可能台北 洛杉矶 然后台北巴黎 这样子 然后在台北 然后在巴黎台北 台北首尔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直都有 这个外站出发 然后甚至价格都会比较便宜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概念 它你可以把它一直换 你可以把它一直抽换 成说各种国家 但是这几个国家 就是你一定 区域都要不一样 例如说我们在 刚刚的例子里面 都是先从东南亚 我们都是举吉隆坡发 但是你可以把吉隆坡 替换成所有东南亚的航点 你可以换成曼谷 你可以换成新加坡 你可以换成其他东南亚的航点 那我们刚刚取的例子是 东北亚的点是 这个北海道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 东京 大阪 仙台 甚至首尔都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这边举北海道 因为北海道票价最贵 所以我想要让这张票 看起来最大化 或是最夸张化 所以我这边就举了一个 北海道当例子 这样 那因为有时候可能大阪 其实你搭一个联合航 就还可以接受 甚至福岗 太近了 展现不出这个票的威力 所以我这边直接举 是北海道 这样 所以大家那个懂意思吗 就是今天我们举例的 这张整张票概念 就是从东南亚发 经过台北中庭之后 然后再飞到东北亚 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东南亚台北 台北东北亚 东北亚台北 台北东南亚 这样子一张票 它会比你直接从台北 直接飞东北亚来的便宜 大部分都是小于等于 大部分都是 这样子会比较便宜 那 虽然说这对我们来讲是便宜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 前面补一段 后面补一段 因为我们东南亚发 我们就是要补一段 飞去东南亚的 最后这张票会结束在东南亚 那我们要从东南亚回来 所以 刚刚也有提供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我们前面 我们直接补一张来回机票 或者是我们就继续接 我们就不断的人行 攻击下去 这样就是 又从东南亚 那我们就继续从东南亚 继续开开开开 一路开 所以 这一个方法 其实是可以 非常非常的方便 让你在一张票里面 可以多玩两个地方 而且还不用加钱 等于是它还退钱给你 对不对 两万三变成一万八 这个就是多让你有五千块 去玩 但是 我们前面后面 都要补一张票的结果 其实会超过这个五千 对一定会超过五千 你来回 基本上这个票 不可能不超过五千的 所以说这件事情 严格来说没有省 但是你可以用 很少的钱 然后你可以去多玩两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不断去替换 比如说东南亚 你有吉隆坡有曼谷 那你也不一定要 你也不一定要从曼谷 你不一定要从吉隆坡发 你也可以从曼谷发 然后再回到吉隆坡 所以这些地方 其实都 大家都是可以自己去做替换 这样子 然后也不需要强迫自己说 吉隆坡 这个没有东西 为什么有吉隆坡 对 这只是一个概念 那大家可以去做抽换 然后在可能Skyscanner上面 或者是Google Fly上面 去做一些搜寻 那搜寻到之后 你要怎么办 你可能想说 我终于就是精挑细选 那个时间 因为这个搜寻票 是要蛮花脑力的 你就要把这个行点 不断去做兑换 那你这边查到之后 你可以从 例如说Skyscanner上面 会直接连接到一些 台湾的一些OTA 一些旅行社 你可以直接透过这边开 你也可以直接 把这个行程稍记下来 然后直接去长榮官网开 这样子 那长榮官网开 记得都要多点去查询 比方来一回 来一回全部都是转机 24小时以内的 就因为我们的中停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 多点去开 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查到 你就把航班学好 你就会发现 价格应该是会跟你在 Skyscanner上面的价格 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 那大家如果你懒惰 也可以直接从Skyscanner 这样点过去 然后点到什么EU网 或什么的地方 直接去开票 这也都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就是看你喜欢 对航空公司 还是喜欢对旅行社 因为我自己习惯 还是跟旅行社去做 跟着去跟航空公司 去做开票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 除了在长榮以外 其实 星宇也有一样的事情 星宇也有一样的事情 就是他一样 也有外站出发票 那大家也都可以 去利用这件事情 这样 就是去做这个开票 然后再来是华航 华航就 好像我就没有看到了 对 就目前我是没有这个资讯 这样 所以 这在长榮跟星宇 目前都有 但是星宇有个小问题 就是说星宇在 他的官网上 只能开单程跟来回 所以如果你要开 这张票的话 可能要尽限 或者是 要在旅行社开 这样子 旅行社还是搜寻得到的 对 但是 就是 就是这样 对 大家就自己考虑一下 这样 好 那这一集 我想一下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那既然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外战处发 一个大法 那我就再给大家一点点 一点点这个文化冲击好了 既然我们可以从 东南亚发 然后经过台北中转之后 去东北 那 假如说我今天想把这张票 推到一个另外一个极致 如果我想去欧洲 例如说 常常最近开一个米兰的航点 那我想去米兰 我想说 台北飞米兰 直飞票下发现要4万5万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 你把这一个概念加入进去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从 像我刚刚东南亚 从吉隆坡 经过台北 然后 我们中停一段时间 对不对 20小时以上 然后可以中停很久 可以中停几个月 那从台北到米兰 米兰再回台北 然后再从中停 然后再飞到 再飞回这个吉隆坡 这样子的票价呢 只要2万9 但如果你只飞米兰的话 它是在4万5万之间 所以发现如果 其实如果你跑长城 你愿意做 你愿意做这个经济舱的话 其实你 外站出发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等于是说 这个价差可能是 1 2万之间 你可以用这1 2万 然后去玩更多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举例是亚洲区 因为我比较常在亚洲区跑 所以这个举例就是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直白的 但如果你可以把它推到极致 你可以把这个 你的目的地 从这个北海道 改成米兰 改成慕尼黑 改成甚至是美国的航点 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奇效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它算是一种 票规上面的优惠 它并不是 它是一个很长期一直都有的事情 但是它会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去挖掘它 它需要花一点点这个 心力去查票 你透过Sky Scanner Google Flight等等的 可以去查票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 天啊 心好累 那你也可以直接问我 最近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票 那我会尽量帮你们去找 就是对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一些需求 这样子 那可以帮你尽量去找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教大家 就是说 今天有 其实有这件事情 然后你多飞几趟 你多飞两趟 其实你的价格反而比较低 对 因为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它是真的发生的事情 它真的一直长期的 我这种所谓外战出发的票 那今天主要都是讲这个 现金票的部分 今天都没有讲一些什么 里程票啊什么的 那又是一个更大的坑 更大的地方所在 那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 你可以来问我 或者是就去帮我们敲碗一下 对 因为在票 在这个航空的这个教学上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先列 那我相信做成Podcast的人 其实相对比较少 因为很劣势 因为真的就是 我讲了大家必须要 脑中有那个地图 你才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这张票 你应该有概念说 原本是多少钱 你才会觉得说 天啊这真的好划算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相对门槛 是有点高 但是我希望用比较 浅浅易懂的方式 让大家去理解 那一定会有一些 讲不好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已知的知识 我都觉得它很基本 那可能有些人听不懂 你可以再持续来问我 那包括未来有里程啊 或者是什么的 我都在 我在看状况 要不要推更多的东西出来 因为 这真的很烧脑 这个光是机票的票柜 跟是它的价格 我都要去查 虽然说我平常都有在查 但是真的要路程一级 我都还是会有点压力 想说 天啊我不要讲错东西 或者是说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 比我更厉害的人 其实都更懂这些事情 那我只是愿意去解释 这些东西告诉大家 解释说 为什么 可能我们可以比较常去出国 或者是什么 那其实 你这样看透就发现说 其实它的价格好像没有 没有想象的那么贵 不是说我们去三个国家 票价就是乘以三 其实票价跟你的买的票价 是差不多 只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会买 然后我们也会提早买 我们会提早规划 所以我们可以买到一个 相对便宜的一个票价 甚至是很多人可能 第一天听到这种事情 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可以这样玩 这样 对 但是还有一些缺点 就是例如说 你的隔年的这些 例如说你未来的这些 价案都要抓得非常非常的稳 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说 我明年大概哪些价案 我要先排出来 所以其实我每一年都 我很常都在看说 未来的价有哪些 然后就提早去做安排 你能做这种事情 那如果你没办法提早安排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像 我部分的旅行一样 就以刚刚的行程来说 我才飞北海道 对不对 我主要重点是北海道 这个我这七月底 我想要去北海道 那好 那我前面我要塞 我为了要外站出发 那我也不排一次 外站出发的话 那我可能就要塞 把这个激动波这个起头 我可能要塞在一个某个礼拜五 然后我请一天假 然后礼拜天就回来 这样 有意思吗 就是有可能我会牺牲掉一些 在该地的一些很深度的旅游 可能变成说 我可能只去两天或三天 但是我也 我自己是觉得挺开心的 我自己也是觉得这样挺划算 挺开心的 虽然说 虽然说这个 但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怎么又出国 但其实上这个票价 它根本就是半买半送的 它根本就是送你 送你去另外两个地方 另外两个国家 所以有时候我会把这个 一些我比较不在乎的地方 有时候吉隆坡 我比较不喜欢的地方 我就会把它放成出发的一个点 像曼谷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那我就把它放在 就是出发的一个点 那我真的最重要的旅行 我放在第二腿跟第三腿 通常就是东北亚 通常就是日本这样子 对所以 这也是给大家一点参考 就是你可以 花一点点的钱 然后可以多两趟旅行 这样子 好了 那我们 今天节目就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了 那这一集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可以再 可以再给我更多意见 那我每周都会更新 至少两集相关的内容 那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留个五星好评 并且帮我们把这个节目 分享出去 或者是帮我们订阅起来 好不好 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 69元的订阅方案 可以支持我做更多的 不管是教学内容 还是体验内容 甚至开箱内容 这些都很需要钱的 需要大家一起抖内 这样 好了 那我是小杰 我们就下一集相关的 题目再见咯 拜拜